这段是要跟大家说明 教你使用一次性信箱 就是使用这个 抛弃式丢弃式免注册 email信箱 那该怎么使用这些信箱 那我们先思考一下 为什么要使用这些 这种的像这种 抛弃式免注册的这种email信箱 那是因为 避免去收到一些奇奇怪怪的垃圾信 那现在的 网站注册 有很多的都是使用这个 Facebook 或者是使用Google的账号 就可以登录 那这个只限于知名的大站 或是知名的网站 我才会使用这种的方式 用这个Facebook的那个账号 去捆绑那个站 捆绑那个网站的那个账号 或是使用Google的账号 去捆绑 那像一些 比如说 这里面的一些的论坛 像这里面介绍的一些的论坛 或者是一些 没听过的一些网站 要注册的话 那一定是使用独立账号 那就是另外在开那个账号 那这个注册网站 大部分包含账号密码信箱这三部分 那账号的话可以参考一下这边 密码的话参考一下这篇教学 那信箱的话 就是参考这篇的那个说明 就是介绍三个 那个一次性的 email信箱 这样子的话 在注册完之后 你才不会去 怎么讲 就是说 就会去收到这种奇奇怪怪的论账信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因为现在很多网站 比如说论坛网站 或者是 等等的那些站 有没有 那注册的时候 都是使用确认信的方式 它会寄一封确认信给你 那你要点击里面的确认连结 才能完成注册 那这边就是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所谓收不到信的问题 那这个我在想可能是时差造成的 或者是被 那个发信端的那个伺服器封锁 就是你的那个 就是它那个伺服器有做封锁 那个你要发出去的那个位置 它封掉 封锁掉 所以说没办法 所以说收不到信 大概是这两个 一个是时差 一个是被封锁 那如果遇到那个收不到信的问题 那这个因为我有注册过蛮多的网站 算是经常遇到 就是会遇到那个收不到信的问题 那这个就是换其他的域名 因为这个我们使用的那个 信箱 它有一个那个 那个小老鼠后面嘛 后面一定是跟一个那个域名 那就把它换成其他的 那说不定就可以收到信了 这样子 好这一篇的教学网址 贴在YouTube的注解这边 点一下这个网址就可以到这个图文教学页面 因为这个像这些连结 要到这个网址来点 才能点进去观看 这样子 才能点进去操作 这样子 还有那个一些的文章要参考 好那这个 我原本比如说如果觉得十分钟太短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因为这一篇是 就是说更新了 那个重新提过 我之前就的那一篇 是10 minute mail这个 在前面 因为这个比较多人使用 但是十分钟实在是太短了 因为有一个那个时差的问题 那你可或者是说 你去看了一个什么视频 再回来那个就超过 那你所以说 你要每次都要在那边按那个刷新 所以说 我将这个 这个这个 我看一下它的翻译是 Garilla Garilla 这个游击队 Mail这个 把它移到前面来 那先跟大家讲 先使用这个 这样子 好 那第一个会遇到的 那个问题 就是所谓收不到信的问题 那所以说这个功能 你一定要知道怎么用 就是说到了这个 Garilla Mail这个站 你要知道一下 这边有个下拉这个功能 这是避免你收不到信 下拉 你可以选择那个域名这样子 好选择那个 它这边提供的那个域名 也就是说这个 小老鼠后面的这个域名这样子 你可以切换 这是第一个 那接下来还有那个 这个地方可以切成繁体中文 它有支援繁体中文 那原则上使用英文就可以了 因为这种东西就是说 那个 这只有前面的几次 或者是你很久 那个没有来这个站 那个操作 会忘记而已 因为它的步骤很少 就是 那些步骤而已 知道怎么用就可以了 所以说我还是用英文界面说明 但是你可以 点击一下这个 使用繁体中文 这样子 那接下来是取消这个勾勾 取消这个勾勾 这个是这个加密 有没有这一串 那在旧的版本有没有 它这边会有一个copy 它现在没有它取消了 所以说你要点进来这里 它会直接变反栏 反栏的意思就是全选了 好全选 全选之后 滑鼠右键 复制 这样就复制了 这样子 好 这样就OK了 那我测试一下 有没有复制 有复制到 那 假这边还是跟大家讲一下 这是我测试的结果 我确定是有收到信 我用那个Gmail 然后寄这个信 寄过来 然后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用了 好像是这个网址 收不到信 那所以说我换了另外一个网址 换了这个网址 之后 然后我用这个复制这个 就收到 就是所谓这个域名的关系 这样子会有收不到信的问题 所以说将这个心得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你遇到那个收不到信的问题 你换一个网址这样子 这样子 那它这边会有读秒 那原则上你就是 那个网站注册的那个网站 它要那个收那个确认信 它既确认信你要收 你就把这个网址贴上去之后 它这边会读秒 那你就先去 先去看其他的网页或者是看视频 那因为有时差的问题 你隔个三五分钟 再回来 看一下有没有收到 那原则上 一般是会收到 就会出现像这样子 会收到 那你再点进去之后 再点击确认信就可以了 那假设没有收到的话 那你就是换另外一个域名这样子 好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在这一篇里面有没有 它这个站有一个好处 在这个随机密码 你点进去这个地方 我在底部有教学 这个用来记录账号密码 那你的那个信箱 有没有要记录进去 就是说 比如说你注册这个 这个资源网里面的一些论坛 它会有信箱 那你用这个的信箱 或者是像我玩 那个英雄联盟 那个我也是使用 这个这里的信箱 但是我很久没玩 它好像又收什么确认信 确认是不是你 你又要弄一个 那个点击那个确认网址 那你也可以直接copy过来 注意一下 你就直接点这里 那比如说 我这个 它是随机传生的 比如说你 注册的那个论坛 是使用这个账号 你就直接 是使用比如说 这个再加上 156这样子 那还可不可以再用 这个信箱还可不可以再用 然后是使用 还可不可以再用 可以 你只要点击一下set就好 然后上面会有一串 这个就是你可以制定的 你不一定要让它那个随机产生的 你可以自己定义一个 那个信箱 这是这个占的好处 那你可以一直使用这个信箱这样子 一直重复的使用 同样的信箱的那个 信箱 这是蛮方便的 在这里 那这个有没有 我接下来讲的这个是不行的 它就是随机给你一个 然后只能使用10分钟 所以说这个战士 这种的方式是比较好 只是它操作的步骤是比较多一点点 那你要知道一下这些是什么功能 怎么用 这样子 好 那现在要讲的是第二个 这个10分钟电邮的这个 那就是点进去之后 那个 好点进去之后 然后再点进去这样子就到这个 它是这样子的 它是随机 产生 一组给你 然后这边开始读秒 10分钟 那这边有几个按钮 你要知道怎么用 好我这边有写 点击此处是复制 到剪贴簿 然后点击一下 没有它是会反白 然后它是直接 它没有像这边要 这么要自己copy啊 要右键复制这样子 它不用 它是直接按这个按钮就可以了 那我这边测试一下 Ctrl加V贴上 或是滑鼠右键贴上 都可以 有没有出来 那就是这一串 那最主要是跟大家讲一下 这些按钮 还有这些的意思是什么 那中间就是显示 5秒 还剩几秒可以用 还剩多少分钟可以用 那假设你刚好 那个时间 你要把它 就是它可以 按这个按钮reset 重新恢复为10分钟 是点这个 get 10 more minutes 这个 点一下 它有没有 它就重新刷新了 这个不是延长 它的意思是 恢复10分钟的意思 这样子 那这个是 你只要一直在这个页面 有没有 它没有10分钟的问题 它就一直在这样子 它是每隔10秒 它就是重新 会去读 这个里面 有没有心性 是这样子 它这两个的差异在这 那原则上是 这个操作是比较复杂一点 但是实际上是比较好用 它 因为怎么讲 这个10分钟实在太短了 因为 有测试过 就是说 它这边读完秒之后 有没有 这个 信箱就不能用了 就收不到 这样子 好 那 一样 这个也是可以用 就是说 这个是比较多人 在使用的一个站 它有一个名称 叫做10分钟电邮 是非常多人使用 那 收到那个信 的时候 它会显示在下面 这样 在这里 如果有收到信 会显示在下面 这里 那你只要点击开来 然后 点击开来之后 然后再点击一下 确认连结 这样就OK了 好 那如果遇到说 收不到信 就是 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 会常常遇到 那个收不到信的问题 那你就换信箱了 那你就是要点击 这个刷信按钮 好 重刷一个 它会给你不同的信 这样子 那有时候 它会换域名 它会换不同的域名 这样子 或者是直接按F5 F5这样子 它的网址有 它的网址有没有换 那个要重开吗 不是 测试一下 没有 它会记录你的那个 这个地方 OK 那没办法 那它就是一直给你记录 这样子 好 这样子 那就是get 10 minutes 这应该是都会收得到 好 就是 这个就是用来收 那个确认信 的作用而已 那这个就是说 应该是换浏览器啊 它是记录那个浏览器的那个 的那个 一个 船的那个加密啊 那你换不同的浏览器 就可以换域名 这样子 那大概知道一下 这样子就好 那这边的教学是错的 按F5跟 那个 刷新 是不能换域名的 那我这个地方 到时会去掉 那这个是换浏览器啊 就是说你使用 那个别的浏览器 比如说我这边开一下 试一下 哦 没错啊 你使用那个 你就是换一个浏览器 它就是给你 那个不同的域名 这样子 还有不同的那个 这样子 好 OK 正确的方式是这样子 那这边错误的话 我会把它删掉 好 那接下来再讲一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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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osable 这个跟 Galila 这个 它是雷同的 也是 就是说 那个信箱 它虽然是一次性 那个email 信箱 或者是抛弃式 但是你只要前面的这个 它的那个 前缀的那个名称 是可以 就是说你只要 记住的话 是可以重复使用的 你就可以一直使用这个信箱 这样子 它的好处在这里 也是相当方便 但是 由于 由于这个 Disposable 它的下方 它自动产生了 有没有 在旧的这一边 它有一个所谓的 它可以自动产生 但是它是那个 Adobe Flash Player的 那因为现在的浏览器 预设是没开放 没有开启 或者是没有再用 所以它下方的这个没有了 那这个只能说 你自己输入 自己输入一个那个名称 从这边输入 那假设你那个名称想不出来 或者是有 因为这是属于公开信的 可能会跟别人重复到 会用到别人的 所以说这边 我是推荐你使用那个密码产生器 那产生12位左右 12位这个就应该就不可能跟人家重复了 然后贴上使用 在这个前缀名称这里 那就是这个网站 然后这边点一下 那你就自己选一下 那这个 你注册 用来注册网站的那个信箱 那你到时候就是参考一下下面这里 把它记录起来 那下次还可以用 像这个 这种的话都是那个信箱前面这里 前缀的你只要输入 那这边也一样 前缀你只要敲进去 点击一下敲进去之后 set 还是可以重复使用 相同的名称 这样子 这是这两个站的好处在这里 好那我先 先copy一下这个 12位啊 这样子应该就不可能重复了 然后再点击一下 check inbox这样点一下 它这是用来检查 有没有跟人家重复 没有了嘛 没有第三步骤就是这里 那一样 这个是滑鼠左键压住 反栏 那注意一下 你不要那个空白 或者是这边空白不可以的 你要这一串就是反栏 反栏就是那个选取之后 滑鼠右键 复制 这样子 然后再贴到你的那个 有没有注册的时候 要贴那个 那个email的那个框框里面 这样子 就是复制贴过去 这样子 它有个框框嘛 复制贴过去 这样子 好 好 那接下来就是说 要收确认信了嘛 那你的注册程序 OK的时候 要收那个确认信 那就是点击一下 这个按钮 这个continuous 这个 这个 check这个 你把它点一下 它就会开始检查 好 就会开始检查这样子 OK 那如果出现 这个 我不是机器人这个 就是说 这个验证 那你就要把它打勾 然后再点击一下 就是说它 侦测到有那个 信的时候 好 那你再点击一下这个 好 这样子 然后出现之后 就是 出现之后 那你就是到这里面嘛 那就点击一下 那个确认连结 那你就通过那个网站的 那个 那个 那个确认连结 就可以通过那个网站注册 这样子 那这个地方 因为它这个卡住了 好 这边按stop这样子 那这个地方是跟大家讲一下有个东西 好 注意看一下这个 这边有一个那个 那个导览 它的有那个层级导览 这个叫层级导览 那这个地方有没有 是指你当前是进入到哪一个信 哪一封信里面 你已经进来这里 那要怎么返回上一层呢 点这里 那你点击一下这里就回到这个主页面 就是这个页面 也就是inbox 你的那个 那个信箱的主页这里 而不是 重来 不是的 不是点击上一步重来 不是 是点击一下这里 好 这个叫做层级的导览 那这个是最低的那个层级 就是你的那一封信里面 那到了这封信里面 就点击一下确认连结 那你可能还要挂注 挂注还要收什么其他的信的话 也是可以用这个 那你就是直接点击一下这个 这边有一个按钮 到中间的这个按钮点进去 它就回到这个inbox 这个 这个信箱 这样子 那这个像 这个 dispose dispose 这个 跟 这个 这两个 它的好处就是说 重复使用 就是我刚才不断提的 它就是可以重复使用 那个相同的 邮件名称 是它的好处在这里 它跟这个中间介绍 这个 这个十分钟 电影不太一样 那这是看大家的那个取舍 是这样子 因为有的时候说 有的网站你注册久了嘛 那你很久没去登录 你再次登录的时候 它又要要求你 再 它又要求你发送那个 确认性 确认你是不是本人 那你就是到这里再输入一下 就是相同的 那个名称 点set 那这个站也一样 这个站一样 你就这边贴上你 那个 之前用的这个 有没有 那还可以继续使用 就是说第一个站跟第三个 它的好处在这里 这样子 好 那这一段的说明有点长 就解除到这里 那这个 你要订阅一下这个教学频道的话 可以点击一下订阅按钮 订阅一下这个教学频道 那你要donate赞助 这个教学频道 在YouTube的注写这边 有一个 小额赞助的网址 点进去就可以赞助 就是说到一个 那个赞助的网站 然后进行 对这个教学频道 进行小额赞助 好 谢谢大家耐心收看 此段视频说明